来看看新闻网 现在是大大的建设 我觉得这很好 除了大大降低餐饮费用 今年为了减少北京交通的压力 还实行起拼车开两会的妙招 会议简报等纸质文件也被电子化 细心的记者还在会场内发现 以往的瓶装水也被桶装水取代 由文艺界委员倡导的空瓶行动 也立刻付出实践 明星们每开一瓶水就在瓶子上做气号 赵本山 莫言等文艺界代表纷纷响应 再去委员们吃饭的餐厅看一看 今年的两会餐厅板着家常 可口实惠的原则 为了避免浪费光盘一词 也应命而生 但是反正我每次都吃完 我们都是吃完 我们必须 你看 因为我是粮食大使 今年的政协会议被压缩到了9天 人大会议也被压缩至12天半 不过委员们参政议政的时间 并没有因此缩水 在文艺界小组讨论会上 代表委员们拿出准备好的提案议案 与同行们热烈讨论 冯小刚导演一上来 还迫不及待向莫言道歉 我个人啊 我谁也不代表 我就向我们的这个 这回的一个组的委员 莫言表示祝贺 我其实 我就是 得这个诺贝尔奖 还是得给中国文学 是真的是赠了光 赵本山还是那副亲切大叔的模样 说到信头上 本山大叔还不忘用字朴实的语言 聊聊春晚 当然这可不是唠嗑的场合 提案议案才是关键 从农村走出来的 本山大叔始终不忘本 今年他提出有关乡村文化建设的提案 并打算一如既往地把快乐送到农村 送到田间地头 我们做一个大风车 大风车来年呢 就今年开始 向乡村送信 就是下乡免费为 对对对 我们专门成立一个团 宋丹丹 陈凯歌 核心委员成龙 也都提出了有关交通 儿童教育 和知识产权等议案 不过也有不少代表委员 将提案保密到底 口风很紧 代表委员们会开得忙活 记者们也追访得卖力 只要一有脸熟的代表委员 记者们就一拥而上 最基本的嘛 我们要说民生 就从这开始嘛 对吧 连喘气都喘不上来了 像现在这样 还能回答好问题吗 谢谢你们 让我走吧 大高位姚明 可以说是最难追的一位委员了 两米二六的个子 走起来大不留心 一名女记者 刚拍了一张照片 就被身边迅疾而过的人流 转烦在地 这倒是 这两会会场前的红毯 可不是什么颁奖典礼的红毯 在这里上演追星的场景 还真是不太合适 记者们也都点到为止吧 给委员们创造一个 安静安心的环境 多提高质量的提案吧 姚明穿梭会场 可另一位体育界 政协委员刘祥 却不见踪影 因为跟剑再次受伤的他 已经飞抵美国治疗 有媒体统计刘祥 自从2008年 当选政协委员以来 请假五次 提案两次 于是央视民嘴白言松 就提醒刘祥委员 康复后可要加把劲了 要说起白言松 即使他也是两会的新兵 出来扎到这里的一切 让老白感到舒坦 我已经吃了几次了 试吃了几次了 怎么样 今天中午我吃的是面条 今天晚上吃的是羊肉泡馍 当然吃的另外还有一些 包米地瓜等等素菜 非常家常 我反而觉得更好 因为不能让自己体重变得更高 另外 而首次与会 白言松早早地做足功课 27号报到28号培训 对 然后我估计我是1号 28号晚上1号2号 把这个琢磨好的提案 写了 作为央视著名的记者 主持人 新闻评论员 正行委员的身份 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你在内部 你还能去了解很多细节 很自然就能反馈到节目当中去 你过去作为一个记者视角 其实你还获得了一个新的 更优先的一种观察的这种机会 所以我觉得 马上可能对做节目是好事吧 谢谢大家再见 综合报告 谢谢大家